拉開沙門 走進紅色鐵皮屋 方婉玲在台南 熟悉的老家裡頭擺設 完全不一樣了 這樣會不會覺得很小間 不會 我覺得蠻大的 因為只是我跟媽媽 兩個人傷口 其實很大 廚房外側擺著新的大冰箱 走到木門後面 白色瓷磚區域是廚房 看到雙口瓦斯爐 方婉玲媽媽說 以後女兒想吃什麼 都會親自煮給她吃 覺得以後不會常常煮飯 然後給婉玲吃 對對對 這才很好 台南市府八月初 開始動工修繕方婉玲家 九月正式完工 跟過去比一比 改造之前室內燈光昏暗 開放式空間 只看得到沙發和小桌子 沒有其他家具 改造之後燈光變明亮 施工單位設計隔間 進門後看到兩張單人床 婉玲跟媽媽可以一人睡一張 除此之外 還多了廚房跟衛浴等等 舒適程度大提升 更忙意 真的很忙意 而且我很感謝這些志工們 這樣這麼辛苦的幫忙我們 準備要備贈明年的亞運 因為今年快結束 大概只剩一年 時間過得很快 就是希望在下一次的比賽 我能夠 就是再準備得更好 整間房管線冷氣 小家電通通換新 光是材料費就要三十萬 相關單位更送了一幅畫 記錄著婉玲跟媽媽的母女情 中秋節快到了 方婉玲說接下來會在高雄準備亞運 只要有空一定會回家陪媽媽 TVBS新聞顧首昌紀元台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